好,我们继续来关系美中贸易战现在打得非常的激烈 最新消息了,美国确定了 总统拜登会将对大陆新的这些进口商品课征 新一轮的关税,而且确定的时间已经定出来了 27日开始正式上路,敲定接下来会针对各种丧目来课关税 包括了电动车的部分,关税达到百分之百的一个高关税 太阳能百分之五十,钢铝还有电动车的相关的电池跟矿物 这些会课征高达百分之二十五的一个高关税 针对此大陆商务部非常的火大 痛批美方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者 根本就是错上加错 必要的话会采取必要的一些措施来做反制 同样强硬的其实不只是美国而已 我们来看到加拿大的态度 八月底当时他寄出的百分之百 针对中国大陆电动车的关税之后 中方立刻采取反制 而且在没有警告下直接对加拿大的化工产品 发起了这个反轻销调查 谁知加拿大态度强硬再进一步反制 最新十日又宣布了 会对大陆的它的电池 还有零组件半导体关键矿物 太阳能产品再次加征关税 至于欧洲的态度 对于欧盟方面 中方其实是比较开放的态度 相对比较软化 针对不同的国家 欧盟里面一一展开不同的谈判 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 我们看到他在近日的时候 14日在意大利 和他当地意大利汽车工会的主席见面了 讨论的就是关税问题 西班牙的部分首相桑切斯上周访中 突然态度也软化 表示我们会持续地来重新考虑立场 不需要再有另外一场的贸易战了 我们看到拜登这一次的动作 真的非常地大 被视为是2018年川普发起贸易战之后 另外一起的对中严厉制裁 是否引发全球关税 加拿大又为何这么坚持 要跟进美国态度如此强硬 老师怎么看 杨老师 加拿大跟进美国 就是美国要求他这么做 就这么简单 欧盟现在针对中国大陆的关税 要提高到17%到36% 如果再加上原先的10% 所以最高可以到达46% 不同的厂牌 那他们会在9月25号有一个投票 那这个投票必须欧盟的27个国家当中 15个国家赞成 而且人口的比例要超过 欧盟人口的65% 所以关键也就是德国 法国 西班牙 意大利这些国家的这个投票 这个投票不是人民投票 而是政府投票 那政府投票代表的就是 第一个是票数 第二个就是它的人口比例 所以呢会不会过 我觉得还不一定 因为现在看起来西班牙 德国可能是倾向不过 可是这个美国的压力很大 所以冯德莱恩才会 在就是7月份的时候 通过这样子的一个要求 那美国跟加拿大这段时间你看 就是等于是示范作用 我都百分之百下来了 你们只是一半 为什么不可以这么做 我们这么做 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车子 但是所有的车系 车的企业 福特到BMW到宾市 都反对 不是你们在保护我 为什么你们要做这些动作 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关键是 这些车子 中国大陆的这些车子做得太好 你看到最近 这两天 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 就是福特的CEO 从中国大陆回来之后都说 中国大陆的车子 是向光束的发展 而他们的竞争的 其实已经不是关税 可以挡得住的 好 杨老师认为说这一场在9月25号 针对中国大陆电动车加征关税的议案 欧盟的部分还很难说 舰长又怎么看 那再来就是西班牙的部分 为什么突然间改变态度 其实西班牙 它真正看的是意大利的状况 意大利到底发生什么 还记得吗 也就是在去年12月 意大利退出了一带一路 可是时至今年 立刻意大利的总理 梅洛尼 他就立刻到了中国大陆 他为什么要去 他其实就是要挽回 一带一路的问题 那为什么一带一路这么重要 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着这些 加拿大或者是美国 讲得这么狠 就是我各种加征关税 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有关于欧盟的这些国家 他们会注意到另外一个 也就是WTO 这个国际的一个组织的运作 如果大家都加征关税的话 那WTO还算什么 WTO就干脆瓦解就算 那大家好不容易签订了WTO 从GATT一直到WTO 现在通通都要解散 而且更重要的是 西班牙它如果也加重关税 对于它自己的贸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西班牙有一种很重要的动物 叫做猪啊 伊比利猪啊 那个是它卖到中国大陆最多的一种产品 另外除了猪肉之外 还有葡萄酒 还有橄榄油 另外还有中国大陆庞大的观光的人潮 这一些通通都没有了 我想请教西班牙你还要靠什么发家 你还要靠什么赚钱 你什么都没有了 而且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有关于全世界零碳牌的巴黎协议 大家这一些欧盟国家是比较遵守的 那它如果说零碳牌 零碳牌它要在既定的时间能够达成的话 它当然要使用电动车 它当然要使用所谓太阳能板 那问题是这些东西现在价格最便宜 质量最好的就是中国大陆 它不跟中国大陆它要跟谁买 跟美国买吗 那跟美国买 那大家等着看那个价格 有没有非常四倍以上 所以我们这样讲 从自己的国家往外看 实际上来讲 应该要跟中国大陆合作 才是最重要的决定 好 这场贸易战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电动车 或者是各种的产品之外 其实让美国最担忧的 就是大陆崛起在它的半导体领域 所以我们来看到大陆现在 在自制半导体的成绩到哪里了 因为大陆最近在工信部的部分 最新公布一项通知说 取得了技术突破 研发出了生子外光机DUV 可用于生产8奈米以下晶片 梁律现在还不知道 那当地的科技媒体就说 DUV虽然跟艾斯莫尔 这个光刻机的曝光机 还有几代的差距 但是已经可控了 请教委员如何看这个先进制程 在DUV上面的8奈米 对于先进制程跟成熟半导体的突破 美国为首的这些国家要限制中国大陆半导体的制造能量 当然会从限制中国大陆的制造设备起 众所熟悟的就是光刻机 即使除了光刻机以外 还有其他很多的设备 所以中国大陆为了反击这样的一个制裁 跟二字他当然要不断的去花精神 去突破这些设备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制造设备 在这两年来真的有突飞猛进的进步 有些是已经不比其他国家的制造设备 比如应用材料 比如东京电池的设备已经不差了 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自从艾斯莫尔发明了这些近润式的光刻机 打遍天下无敌手之后 那已经没有人买Canon 也没有人买Nikon的光刻机了 很多人忘了说Nikon、Canon 是最早光刻机的制造者了 所以你也可以知道说 那中国大陆在寻了同样的轨迹 从Canon、Nikon的一路走上来的科技的轨迹 要去开发出DUV 刚开始很多人说很困难 可是我一开始讲大概三年五年跑不掉吧 也不需要太久的时间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人知道的科学原理 它的理论原理大家都知道 可是就是那个工艺水平 那个科技工程的水平能不能做得出来 比如说镜头要磨到精密度到什么程度 艾斯莫尔也不自己磨了 它叫蔡斯莫的 所以中国大陆要有这种晶片 同样的要有这种网路等等 那现在中国大陆好不能把DUV做出来的 那他们说可以到达八奈米以下 这当然可喜可贺的事 接下来就是良率的考验 因为机器的稳定度啦 机器的实用性啦 那有些大陆的一些科技媒体当然讲说 它跟艾斯莫尔还有几大的差距 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艾斯莫混几年啦 他已经到了很成熟的一个阶段了 就刚起跑 刚起跑刚好就是禁止卖给这个大陆的半导体厂 大陆半导体厂就在策略考虑上 必须采购自己国产的光合机 那国产的光合机厂商有了收入有了订单 他就有办法进一步的改善 要不然这个财务循转不上来 它永远就是一个比较差的产品 所以如果这样巡反个几代下来的话 应该在五年内就赶得上了 是 谢谢蔡委员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